他患有自闭症 因为机场的一块玻璃成为了医生 没错 他叫肖恩 是个绝对的天才 可以像机器人一样 凭空模拟人体经脉 一眼就看出患者哪里有问题 遇到了无数棘手的病患 他从未给出失望的结局 这天 医院一直在等肝脏移植的病人 终于等来了匹配肝源 就在旧金山 肖恩和同事阿莱负责去旧金山取回肝源 肝脏离开人体只能存活8个小时 本以为时间很充裕 但就在3个小时前 捐赠者去世了 他们只剩下5个小时 时间紧迫 但肖恩并不着急 他拿起肝脏 脑子里已经把他进行了分解 不知道他在检查什么 准备回去的时候 大雾袭来 直升机开不了了 他们只能找警车开路 路上 肖恩一直拿着捐赠者的光片查看 眼神里透露着不解 似乎有什么问题 但光片上人看不出端倪 还来不及多想 保温箱的温度却突然上升 47度 再这样下去 肝就熟了 阿莱去便利店 想用冰棍降温 但肖恩说 果然 温度慢慢下降了 他们继续上路 可肖恩突然开口 原来最开始拿到肝脏时 他就发现有问题 这一路上 他都在脑子里 分析肝脏的结构 这才想出了 是哪里出了问题 为了防止肝脏失活 肖恩决定在高速路上 给肝脏做手术 他拿出肝脏 立马确定了血块的位置 只用了一把水果刀 和一根吸管 肖恩就解除了危机 摸了一下就察觉出不对 并一直坚持找出问题 肖恩确实是一个 倔强的高智商天才 打死你也猜不到 这个病人有多奇葩 医生掀开被子 病床上竟然是一大坨肉 足足200斤 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奇葩了 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 不敢给他动手术 但有一个人可以 他就是天才肖恩 然而因为上司对他的偏见 肖恩被迫离开了外科 他不可以接触患者 更不可以上手术台 医生对患者 说了很多手术的风险 他们建议保守治疗 切割这么一大块肉下来 必定会因为 失血过多而亡 但男人坚持要割掉它 这样所有医生都很发愁 但阿莱却在喝奶茶时 想到了肖恩 曾自制的止血装置 一个问题解决了 另一个问题 接踵而至 手术台上 男人因为攻血不足 快不行了 难道就要这样放弃了 医生们都提议 让肖恩来看看 他一定有办法解决 可上司自大的认为 肖恩只是个新人 来了也没用 就在大家都无计可施时 主治医生坚持请来了肖恩 看到男人的扫描片 肖恩又开始发挥他极致的天赋 很快他给出了最重要的建议 虽然上司仍然没让他上手术台 但因为肖恩的建议 手术成功了 肖恩再次证明了自己 他足够优秀 这个男人究竟有多天才 一个瘫痪在床五年的女人 竟被他治好了 这个女人只要一站起来 就会头鹰摔倒 去了18家医院 都没有诊断出病鹰 肖恩看过他的检查结果后 一下子就给出了15种病鹰 最后确定一种 为了证明肖恩的诊断结果 他们需要往女人的脊髓里输液 如果症状有好转 则证明肖恩的诊断没错 结果显然不太理想 注射过程中 女人的心跳剧烈加快 肖恩很自责 但显然不是她的错 因为女人撒谎了 她的病早就有了诊断结果 只是女人坚信 这是医生的敷衍说法 此时肖恩发现 女人体温正常 但额头一直在冒汗 只是这一个反应 肖恩就有了新的结论 虽然扫描出来 女人的胜利并没有留 肖恩又有错了 证明肖恩的诊断结果出来了 但手术并不简单 目前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治疗 丈夫完全不同意女人做手术 甚至威胁女人 女人妥协了 但肖恩不想放弃 智商超高的她 很快想出了新的办法 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 肖恩成功了 时隔五年女人终于站了起来 天才就是天才 靠一个反应就能找出根源 她的天赋异禀 足以掩盖那些交流上的不足